英特尔中国的数据未复商机 大数据实在下的商业转型机灵 实施的新端战略 吴甘沙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 他是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培养出的第一位首席工程师 之前他一直主持大数据方面的研究 领域重点涉及大数据内存分析及数据货币化 2011年他参与领导了英特尔中国的大数据中长期技术规划 在英特尔工作期间 他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 拥有22项美国专利 他是大数据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 很多人问我 关于大数据 英特尔是怎么个玩法 在三年以前 也就是大数据强势崛起的2011年 我在美国的俄勒纲 也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我在做大数据的技术长期战略规划 满脑子都是Hadoop NoSQL 计算存储互联 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这时候飓风哀利袭来 这是美国历史上影响人口最多的一次飓风 在这么一个狂暴的热带去旋下面 大家看到的这绿色的部分 是大片的农田 在大自然的爆裂和无偿面前 即使有高科技在手的美国农民 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现在地球的脾气确实越来越差了 政府官员们和科学家们在争论全球变暖 厄尔尼诺 但是有两个人 他们从谷歌辞职 真正想开始做一些改变我们现在这个生存环境的事情 右面的那个人 David Friedberg 早期是学天体物理学 左面的那个人 Sarash Khalek 他是计算机的科班出身 他们两人都在谷歌 一直在测量比特的世界 现在他们决定回到原子的世界 他们想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也就是在飓风哀历后的一个多月 他们把公司改名成为The Climate Corporation 他们想要把气候学和农艺学揉在一起 告诉农民播种的时机 为恶劣的天气有所准备 但是他们真正的天才的创意 是在于他们把金融和保险业的这样一种思维 引入到了这么一个三角关系当中去 他能够帮助农民去保险 在恶劣天气出现之前 他们去保险 而出现之后呢 能够帮他去理赔打款 所以他们把气候学 金融学 以及农艺学 很好地融合起来 创造了一家10亿美元的公司 那么他们后面的秘诀在哪里 首先一个是开放的数据 他们利用美国政府的公开的数据 包括气象的数据 卫星摇杆数据 60年的农作物的产量的数据 他们甚至获得了1500亿的 土壤的观察数据 第二个一个 就是数据思维和分析的算法 他们利用这些大数据 产生了34万亿个 天气的模拟的数据点 对美国的每一块 两英里建方的农田 进行微气象的建模 每天能够产生300多万个 气象的预测 建立这样一个农作物的 风险的模型 所以很多人抱怨 我没有数据 或者我懂 但我不知道怎么用 事实上他们没有看到 机会真正在于开放的数据 以及跨越领域界限的 开放式的农作 也是在2011年 中国人学会了两个新的名词 一个是雾霾 另外一个是PM2.5 宛若仙境的 这么一张图片 非常有魔幻色彩的城市 事实上是雾霾笼罩下的北京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2012年开始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它开始在全市部点 开始监测我们的空气质量 上面的每一个点 是一个监控站 而它的颜色呢 代表了污染的状况 它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 它有一两个小时的延迟 第二个呢 全市只有几十个 所以它只能够去了解 1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的情况 虽然它非常准确 但是它不能告诉我 此情此景下面 我呼吸到的空气 是什么样的情况 2013年1月13号 北京天文台发了这么一个微博 它说北京市里面雾霾笼罩 但是百花山繁星满天 那我的一个朋友 做城市规划设计的 他说如果说我们有 很密集的PM2.5的分布 这样我就可以了解 它与城市结构 以及空间布局的关系 我也转发了这么一个微博 说我们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传感器 接到物联网平台里面 做这个分析 于是出现了第二条微博 我的一个做物联网平台的朋友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那我又转发了 我是说不能只测PM2.5 我们还要测其他的环境的参数 这样我们可以做关联分析 接着又发了第三条 人人创造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环境 第四条 在与北京创造空间的创始人 讨论之后 我们对这么一个想法 有了更细化的设计 第五条 我们强调 我们可以跟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 关联起来 大数据 它不在乎个体数据的准确与否 多元全集的数据 能够让我们去逼近真相 我们不能只是思想者 我们也成为了行动者 在北京市中科院自动化所 以及Intel的合作之下 这些想法变成了现实 这个黑色的盒子 就是我们做的低成本的 空气质量监测的硬件 它能够提供实时的数据 它能够告诉我就在这个地方 空气质量是什么 它的问题是 它的准确度太低了 因为它的传感器非常的便宜 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跟北京市的数据进行拟合 把这些环境的参数 像气温 湿度等等 放在一起 做多维的建模 使得它更为准确 马上又有一个朋友 推荐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他是说能够拿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开放的数据 能够推演出 气溶胶的光学厚度 进一步地了解 我们空气的这么一个情况 虽然说它有一天的延迟 但是它能够做到一公里以下的精度 在我们的这么一个空气盒子 没办法大规模的覆盖的时候 它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但是处理这些空间的图像数据 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怎么办呢 正好我的同事雪中送炭了 在麻省理工的大数据科研中心 他们开发了一种 开放地球数据库的技术 使得我们能够更轻易地 更容易地去处理这些观测数据 那么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我们还能做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空气质量能不能像天气一样 进行预报呢 那我们能不能去了解 污染物的成因以及扩散模式呢 于是我们又跟中国的气象局 有了一些有趣的对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还是在做开放的数据 我们在做跨界的这样一种思维的碰撞 还是2013年一种病毒 袭击了上海和安徽各地 国家派了很多的工作组 去各地采了几万个样本 去做这种科研的分析 这种病毒就是H7N9的禽流感 那么我当时就在想 我们的生物科技人员 他能不能学习一些大数据的思想 早在2005年 Crack Venter 他被称为是科技界的Lady Gaga 这位奇人 他对纽约市的空气 进行了全局的基因组的测试 这样一种大数据的全局思维 是不是比样本更为先进呢 这位老兄最近从谷歌挖走了一个顶级的科学家 谷歌翻译的首席科学家 来帮助他去破译人类基因组的奥秘 这就是以跨界思维的力量 吴文达 百度的首席科学家 很多年前他一度非常迷惘 人工智能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因为你识别个杯子需要一种算法 识别人脸需要一种算法 识别车子还要一种新的算法 但是有一天他看到了生物学的一些进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脑皮层 粉色的区域是有关听觉的这部分区域 他把这部分区域的神经连接 跟听觉器官之间的神经连接切断 连到我们的视觉器官上面去 过了一段时间 这部分区域可以用来做视觉的理解 另外一个实验 他把触觉的这部分处理区域 跟视觉器官进行连接 果然他也形成了视觉的功能 所以吴文达获得了顿悟 我们人原来是用一种算法在进行认知 于是他走上了深度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的道路 这还是跨界的力量 在罹患帕金森寺镇的Andy Groove的一个撮合之下 Intel和Michael J. Fox基金会 一起开始联手攻克帕金森寺镇 那么我们用什么呢 一个像Pebble这样的可专带设备 云平台 开放的数据 跨界思维进行碰撞 合作进行分析 这些故事里面 我一直在讲两个东西 一个是开放的数据 第二个是开放的跨领域的合作 回到空气质量这个故事 我们发现很多人 他们在脑子里面 对于关于怎么使用空气质量 有一些非常奇妙的想法 但是他们的这些数据思维 碰到了现实的瓶颈 他们没有数据管理 存储处理的这些能力 于是我们跟一些非盈利组织 搞了这么一个创客马拉松 集创48小时的活动 我们把这些基础设施开放出来 释放他们的想象力 当这些创造变得没有门槛 他们的人人创造的这样一种激情 他们的才能常委 能够真正的激发出来 比如说他们做了很多的应用 左边的那个是空气社交 然后是Avatar 空气小宠物 甚至是有一个自动巡航的无人机 能够大范围的对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他们的才能真正的被激发了出来 Decide.com 这是一家非常有趣的公司 它每天吸入几十万个价格的数据 它来帮助顾客去预测 你要买东西的话 你买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什么时候买 价格最合算 在它那些神奇算法的后面 只有四个博士 为什么 因为他们利用了云计算的平台 他们不用再去考虑数据管理 数据存储 数据处理这些问题 同样 Prismatic是另外一家神奇的公司 它能够去观察你的兴趣 发掘你的新的兴趣 向你来推荐你爱阅读的东西 这公司只有四个人 三个是学生 但是它的估值达到了几亿美金 同样是因为云计算 把它们数据思维变成现实的 这样一种门槛降低了 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 就是开放的基础设施 音调不只是在中国 支持创客马拉松 我们在美国 支持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 National Day of Civic Hacking 国家的公民黑客日 103个城市 同时开始做这样一种 创客马拉松的活动 政府把数据开放出来 而公民组队为美利坚编程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他们有很多瓶颈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 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他们缺乏数据分析的能力 那么我们觉得 通过思想重包的方式 来发掘才能的常委 这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比如说Netflix 它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对公众 开始这样一种分析竞赛的 这么一个公司 这是它的一个排行榜 非常有趣 大家看到在第二个框里面 有很多团队 比如说第六名的是Big Chaos 那么第三个框里面 第七名还有Bell Core 现在排到第二名的是Pragmatic Theory 然后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排到第三名 它叫Bell Core in Big Chaos 大家可以意识到 这是Bell Core和Big Chaos 这两支团队组合形成的 一支新的团队 它一架子串升到了第三位 但是这第二第三位 还是没办法突破10%的 这样一种推荐效率的提升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9.8% 一个是9.71% 怎么办 那这三支团队进一步组合 变成了第一名 叫做Bell Core's Programmatic Chaos 这三支团队 他们获得了10% 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们获得了Netflix的 100万美金的大奖 这就是思想重包的威力 Kaggle 它是第一个 把思想重包 变成一个平台的公司 它坐拥10万个分析师 他们拥有空闲的时间 他们拥有认知的盈余 那么其他的企业呢 他可以把他的数据 把他的数据分析的需求 作为一个竞赛 发布到这么一个平台上面去 大家看到 这个 这么一个叫Titanic Machine Learning from Disaster 这么一个项目竞赛 吸引了2600多支团队 他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预测泰坦尼克号上面 每一个人幸存的概率 是有多大 甚至是一些 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的公司 他们也跑到这么一个平台上面去 像Don Humby 这是一家非常传奇的公司 是一对夫妻 一个叫Don 一个叫Humby 创建的 他们帮助乐购 帮助Tesco 从一家极其无名的零售企业 变成了仅次于沃尔玛的巨头 他们也把他的竞赛 放到Kaggle上面去 他来请求民间的高手 帮助他预测 我顾客再次来访 再次造访超市的时间 所以第四个开放 是开放的社会化的分析符 那么有这四个开放 是不是就万事皆备了呢 不然还欠缺一个东风 如果说只谈开放的话 很有可能就像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显示的场景 这几个人喊着高尚的口号 但是取高贺寡 硬者寥寥 现在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把数据比作这一座冰山的话 露出海面的部分 是我们看得到的数据 它只有一点点 绝大部分的数据 它是在暗黑的海平面之下 大家不愿意把数据拿出来 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还是数据安全的焦虑 而第二个呢 是缺乏经济上面的刺激 那让我想到了 Steven Johnson他的演讲 他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咖啡馆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咖啡馆 1652年创建 他创造了一个开放的空间 安全的空间 让三教九流的人 在一起做思想碰撞 产生新的想法 大数据 何尝不需要 这么一个数据咖啡馆 让各方的数据 能够放到一起 产生新的价值 那我们就做了 这么一个数据咖啡馆的项目 在这个数据咖啡馆里面 我做 我卖衣服鞋帽的电商 和卖化妆品的电商 他们把数据可以放在一起 获得更全面更精确的客户和用户的画像 癌症是一个肠尾病症 过去50年 它的治愈率只提升了8%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科研机构 他们拥有的基因组的样本 非常的有限 那么如果他们把数据都放到数据咖啡馆里面 那么癌症技术 它能够得到突破 但这里面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 开放它不是无限制的开放 这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在这个时代不一定适合了 我们走向生产资料的租用制 在数据咖啡馆里面 各方的数据 它可以相交 但不相识 你不能看到对方的数据 但是你能利用 你能租用对方的数据 它需要在系统层 一个非常稳健的 鲁棒的多方安全计算的平台 同时 它要支持安全的分析 它还要支持使用的审计 它需要保证 这个分析程序 它不会偷偷的去偷数据 它要保证这个分析程序 它能够去符合 隐私的这样一种条款 第二个问题 免费不等于免费 大家知道互联网的一个核心规律 就是免费 它造成了规模化 它并不是整个价值链的免费 它创造了一个 可以交叉补贴的价值链 那么在大数据里面 我们的数据 是不是也是免费呢 我们觉得 从互联网的这样一种经济规律 我们要去看一看 推出大数据的经济规律 互联网的一个核心经济规律 就是这么一个梅特卡夫定律 George Gilder 它致敬以太网的发明人 梅特卡夫 发明了这么一条规律 它说一个网络的价值 跟它的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 另外一个人 叫Mary Meeker 她当时是一个分析师 她把这么一个定律 改成了一个估值法 叫做股票价值折线估值法 这位女士 现在被称为是互联网的女皇 她这样一个估值法 使得我们互联网公司 可以亏本去聚集更多的用户 她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 但是我们大数据 它是需要定价的 这位先生叫做哈尔瓦里安 他是Google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在90年代末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本书 信息的规则 讲述了信息该怎么来定价 那么数据该怎么来定价呢 这是一家非常有趣的 美国的创业公司 叫Data Group 他每个月给你8美金 而你把你的个人数据 Facebook Twitter 银行交易记录 交给他 他来去变现 他的一个逻辑是在于 你已经免费地把你的数据 给了Google 给了Facebook 为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你并没有从中获益 那么你把数据给我 我对你的数据进行一个定价 那你可以从中获益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数据来说的话 它是很难估值的 我之毒药可能是笔质蜜糖 数据具有外部性 它跟石油的一个本质的不同 是石油在燃烧的那一瞬间 它的价值变现了 同时消失了 而数据是可以反复使用 对这样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数据 就有点像我们赌的玉石一样 在没有把它剖开之前 我是不知道它的一个价值 于是我们在数据咖啡馆里面 做了这么一个数据定价的机制 先用再定价 我用了 我可以对这一次的租用进行定价 我没有获得你整个的数据集 但是我可以为这一次使用付费 所以数据定价一定是先使用后定价 对于我们的数据市场来说 不能简单的是交易数据 我们先使用再买卖 以暂时完成 对于我们企业的数据资产来说 需要根据使用来估值 所以回到我前面说的那个问题 Intel怎么玩大数据 我的答案是开放式的创新 我们要支持开放的数据 支持跨领域的开放的合作 我们要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起推出开放的基础设施 一起能够让社会化的分析服务 能够开放出来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希望像数据咖啡馆这样的技术 能够促进数据的安全的流通和定价 我非常期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万个 十万个甚至百万个 像前面的Climate Corporation 这样的数据思维公司 群星璀璨的大数据 才能够帮助我们 改善我们的环境 改善我们的名声 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来提升我们的社会治理 来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